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为了金慧真肚子两脚,大韩体育会相关人士表示,永迟中常发生类似事件,虽然金慧真道歉在先,但由于语言沟通的问题,最终导致了中国运动员做出上述举动,该人士还趁,在回到选手村后,中国教练组已向韩国代表团道歉,东亚日报援引大韩体育会相关人士的话趁,韩方将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。 据报道,金慧真在当天的女子50米,花勇欲赛中排名小组第四,最终无缘决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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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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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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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